今天讲的就是原因 家里惯的 为什么惯都不会做父母 所以人人要学弟子归 从长辈到晚辈 大家一起学了解 原来是这么管孩子 这么当父母 不会没人教过 所以你说这个弟子归的教育有多重要 从去年底到今年 前不久 印尼是世界第四大国 人口第四 中国排第一 印度排第二 美国排第三 印尼是两亿六千万人 世界第四大国 伊斯兰教国家 他们听了师父老人家的这个经教之后 短短半年来 从教育部副部长 到大学校长 到这个前总统瓦西特夫人 一共五拨客人 你说假 都来香港 去看师父 目的何在呢 他们要把弟子归 请到印度尼西亚 在全国几百万中小学生当中推广 落实 请师父老人家去做导师指导 你光临一下就行 印尼要建汉学院 马来西亚建了 传统文化汉学太好了 没有不需要的 伊斯兰教国家也需要 弟子规 超越宗教 超越一切各种不同的信仰 国度 民族 人所必须 你看印尼就是个朋友 就是个例证 五月份要奠基 无论如何 这五拨客人 请师父 你老人家光临印尼 去给我们讲一下 所以我到印尼出房的时候 陪同师父老人家 那企业家跟我讲 当地华人很多 很痛苦 光有钱了 父亲跟儿子一块吸毒 你说苦成什么样 流眼泪 不知道怎么教 所以弟子规 看天下 一清二楚 你不学弟子规 你看天下 怎么看 看不明白 我们还有个栏目 群书制药 治天下 师父说 这是国宝 唐太宗下令编著的 宝典 治世宝典 他会发挥极大的力量 很多政要 现在都在看 都在学 我们看到 群书制药 上面有 仲勋老先生 就是 他老人家的体子 现在听说是 中央党校的传统文化 必修可 群书制药 我们用传统文化 这些古圣先贤的教导 就看这些 看得一清二楚 我们常常说 你看弟子规上 从入则孝 出则地 你就往后看 刺锦心 全都是让孩子 干活 让他伺候长辈 那有人就讲 哎呀 说这样是不是 对孩子 不大公平 很公平 为什么 他父母就是把他养大的 怎么不公平 他要回报 说是不是不平等 跟西方人说的 这个平等 像矛盾 他们是肤浅的平等 弟子规是真平等 为什么 师父告诉我们 你现在年纪轻轻 伺候长辈 将来呢 将来也有年轻人 伺候你 平等吗 师父讲 这就是因果呀 年轻人不知道 伺候长辈 等到他上了年岁 孤苦伶仃 没人管他 因果报应啊 你能不相信吗 所以 哎 我们学弟子规 就是把中华民族 那个美德 哪个美德 勤劳的美德 把它做到 现在 现在人有钱 他就可以不勤劳 大学生 哎 这就讲啊 我有钱 我这个找保姆 找洗衣机 那些东西都把你勤劳的 德行破坏了 人没有勤劳 哎 你说 这现在不都是很方便吗 你只看到科学家给你讲的方便 你不知道 科学家对人心不负责任 人心坏了 他不管呢 他只能让车跑得更快 给你带来更多的方便 他不知道 这一方便呢 把人的德行破坏了 师父老人家过去讲这个话 我们也是听不懂啊 说这个科技发达不是很方便吗 是方便 人的德行破坏了 现在明白 为什么呢 你看 那个大学里边 每个宿舍前面都有洗衣机 你给他弄点钱 把衣服往这一扔 哎 出来的就是干净 你花钱就行吗 谁的钱呢 父母的钱 那个大学生花这个钱 真正叫花父母血汗钱 不眨眼的 无动于衷应该的 那都这样吗 父母愿意的 你让他有孝敬的心 做梦 哎 你孝敬他行 要不然这钱从这来 他总不能偷去吧 还真有那大学生去偷去 我们看到 还有什么新闻呢 真是我们 无话可说 那女孩子 在校园里 在街上拿着张 拿个大牌子 上面写着什么 求包养 哎呀 你简直就觉得 这人类还有希望吗 不要说我们这个民族啊 这国家 这人类还有希望吗 国内国外都这样 什么叫求包养 那女孩子 那意思就是说 谁有钱 你只要每个月给我钱 养着我 就像养一养小宠物一样 天天养着他 他可以出卖肉体 拿自己的肉体来换什么呢 换你 给我钱 他们为什么敢把这个打出来 我们总在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 从最开始 也就是说 从家庭教育开始的时候 他就怎么样呢 没有羞耻心 家庭教育 什么才能教孩子羞耻心呢 投一个最重要的 长辈伺候晚辈 就是羞耻的 就是 就是可耻的 孩子就要知道羞耻 那你说三岁两岁 那是照顾 那没办法 只要他有自理能力了 绝对不能 长辈去伺候他 伺候他 他就不知道羞耻 应该怎么样呢 父母回家 他要把水端上来 毛巾拿过来 帮着父母 把这个外套拖下来 饭菜做好 这是正确的 他不这么做 那父母就要跟他拍桌子 骂他 真是混蛋 畜生 不知道照顾父母 你不知道这是羞耻的吗 从小就教给他 看看爷爷奶奶 要伺候 这个东西 从小这么教 他有羞耻心 而且 从小 就我们常常讲 要勤劳 弟子规 渐渐都教的是这个 不会好吃懒做 不会为了那点好吃 好穿的 就能够出卖自己的肉体 那不成妓女了吗 这不是骂人的话 过去那些 风尘女子 那些妓女 是怎么回事 为生活所迫 我们看有一些传记 确实是 为了他的父母能活下去 为了那口饭 被迫 堕入青楼 他是没办法 现在你去看 我看各种报道 我看了之后 那些当小姐的 都是什么原因 都没饭吃了 不是 都是干嘛 都是好吃懒做 不管是农村的城市的 你让他 真正说 干苦力赚钱 他受不了 为什么 从小 就是伺候他 受不了那苦 受不了那罪 所以长大了 什么下贱的事情 他都肯干 他都敢做 原因是什么 惯的 如果一个人 如果一个人从小吃苦耐劳 知道照顾长辈 知道孝敬 有廉恥心 他怎么会把脏衣服 寄给父母呢 那为什么 很多父母还不以为人 还要为孩子这样做呢 父母也糊涂了 西方人教的平等 所以 我们常常说勤劳二字 好在哪里 弟子归交代 勤 只要有这种 我们不说美德 说习惯 这人特别勤快 好在哪里 他不懒 这个人要懒咯 咱们这个年岁望上的人 都知道 郑文正宫 他老人家说那话太对了 那是毛泽东 蒋介石所钦佩的 独服郑文正宫 他老人家怎么说 讨人贤 莫过一个交字 自私 我最重要 走哪都这样 败家 家败人亡 莫过一个懒字 曾国藩家书 一直传到现在 大家还奉为归孽 家家都看 家训宝典 为什么 说的针对 在这种溺爱的 这种家庭教育下 独生子女政策 六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 再加上不懂的 伦理道德 使劲惯着他 最后你的孩子 你看小小年纪 傲慢 所以他将来 走到哪都讨人贤 哪个人不喜欢 谦卑谦让的 你喜欢傲慢的吗 你看到了 你就 扭鼻子 你的孩子从小 这么好吃懒做 将来 你给他留多少财富 留多少房子 家败人亡 就是个懒 一个娇 一个懒 现在你去看这些年轻人 哪个人身上没有 我刚才举例子 学电视 我像个老师傅一样 带着几个徒弟 哎呀 谁听话 一个个个都自以为是 感觉非常好 哎 你跟他说了 他不爱听 你不说呢 不说他 他那个做的 那就 哎 那就什么东西 什么玩意儿 那就 哎 他还不学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 不上音了 大家看看现在电视节目 哪个台黄金时间 不都是在吃喝玩乐 娱乐节目 好像人生在世 就是这个目的 就是吃喝玩乐 终于就这个 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好说了 年轻人从小就学的 看的就是这个 深入到骨髓 那么认真干嘛 那么努力干嘛 学那本事干什么 那么累 那么苦 自敢堕落 我们今天呢 借这个节目 特别想跟大家 把这个事情 好好地探讨 好好地交流 现在的年轻人 为什么这么无能 什么原因 你要问到我 我的答复是从师父那来的 师父说 孝涕中心 礼仪廉耻 这八德 那个耻 礼仪廉耻的耻 是最后一个 它是底线 师父讲 人要没有羞耻心 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 你越想这句话越对 他从小没有受过 礼仪廉耻 那个羞耻心的教育 他没有 过去我们那个年代 还总说这个话 这孩子 有人养 没人教 这都是非常难听的话 你家里孩子不管了 这都是最难听的 最骂人的话了 现在没人说这个了 我们听不到了 过去人们把这个 挂在嘴上 什么意思 强调家教 你们家孩子 你好好教一教 现在不是了 现在你跟他这么说 孩子闯祸了 跟他说那父母说什么 多少钱 我们把这事摆平了 也不叫钱吗 钱说了算 那孩子听了也学会了 对 将来我就是 有钱就行 什么女孩子出卖肉体 那都过时了 将来老子有钱了 是不是 都是这想法 有德行的人 不受尊敬 都去巴结那有钱人了 都想当有钱人 没人愿意当 有德行的人 你跟他说这个 他不以为然 你这是什么年代的话 他对我正说 所以说 现在谁还说正经话 做正经事 你去看现在各个台的电视节目 你就一目了然了 那些主持人都在说什么 广播电台 我坐在出租车 你就听 全国各地 那些广播电台 准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在那儿